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讯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马股走向 投资者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 以及对于法国即将执行的大选存有疑虑 导致交投情绪欠佳 这让亚洲股市普遍走低 马股全天的走势也非常沉闷 最后微跌0.34点 以1688.50点闭市 在汇率方面 马股小幅下跌 对美元下挫至4.4380令吉 马股对新元则涨至3.1280令吉 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买进3301万令吉 本地机构以及散户则分别净卖出2313万令吉 以及988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首先有新诗的最新消息 昨天才刚宣布 手机净利减少16%的新诗 因为基于主要原料之一的白糖价格大幅上涨 而考虑调高旗下产品的售价 目前该公司已经全面为主要原料互盘 特别是奶粉 而大部分的互盘货币是美元 该公司的管理层透露 由于马币对美元贬值 加上大众商品的价格走高 预期来临的季度将会更加的挑战 接着有明逊截至去年12月31号为止的第四季业绩报告 尽管市场严峻 但明逊因为受强劲的营运以及数据服务增长提振 而让本季的业绩表现亮眼 该公司本季的营业额增长了2%至22亿1400万令吉 尽力者扬升8%至5亿0400万令吉 明逊的董事部就宣布派发美股五仙的股息 对于拥有这样的业绩表现 我们来看明逊的首席执行员莫丁伦德 对于该公司的未来有什么展望 2016年是一个好业绩的表现 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 在2018年变成全世界的变化 2017年我预计的同样 我们的最主要是让客户愉快 我们也会变成全世界的变化 我们期待到这一年 最后有大马机场的最新消息 副首相拿督斯利·阿莫扎西 在结束访问卡塔尔的行程之后 向媒体透露 大马机场旗下中东大马机场顾问服务公司 获得哈莫国际机场的合约 并将会有机会参与卡塔尔政府 即将招标的国际机场新航下的工程 阿莫扎西表示 由于2022年是世界杯足球赛 将会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 所以预期多哈新航下的乘客会暴增 人数可能会从2900万人 提高到3800万人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